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狭窄的一个沙石 大坑 土路 盘山 盘上来 从这个方向过来 非常非常的难走 路面都是这种碎石 沙石 烂坑 炮弹坑 到处都是的 你看这拐弯又抖 雨水冲了以后 都这种大坑 非常危险 但是为了看美景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上来 这个峡谷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峡谷 往这个礼塘方向走 你从下面那个桥就可以过去 也是一条这个水泥路 是相间的水泥路 往礼塘方向去 就可以走回车 前面一点 再上一点 就到了这个峡谷之眼 这个来看峡谷之眼啊 从这个盘山路上来 正好到这边以后是一个缓 非常缓的一个 比较平的一个大草垫 这地方呢 有一个牌子 不怎么显眼 上面有一个标志叫格涅之眼 这地方用了很多篱笆 因为前几年呢 有这个游客 把车都开进去 把那个格涅之眼的植被给破坏掉了 所以一定要不要再往前走 这边呢就是格涅群峰 这个方位就认清楚了 我现在已经站在了格涅之眼旁边 这就是传说中的格涅之眼 今年有一点不好啊 就是水有点太少了 中间那个通人 有草的地方 跟岸边几乎连起来了 那整个的形状 不像原来那么逼真了 这个格涅之眼 现在太出名了 太出名了 很多人都是用名而来 但是上到这地方确实 那个道路很艰辛 今天的风啊 太大了 太大了 但是天气还可以 这已经是下午 接近五点了 傍晚时分 我们等一下 绕着走一圈 感受一下 好 我们沿着格涅之眼的岸边 走一走 这个风今天太大 太大了 呼呼醒啊 逛晚时分啊 那就好 我们昆时分叱了 优优独播剧场 不可能也太大了 这样快笑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确实这个时间这个光线啊傍晚柔和 真正光线出来了非常漂亮 不同的角度 隔夜之眼展现出来的姿态和形状 给大家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同的季节感觉也不一样 感谢观看 好 我们就到这个方位吧 这边的山啊 就是格涅群山 这个方向这座山 是格涅土峰 你看这个太阳又被云山给折住了 这个光线又差了很多 很可惜今天这个水确实太少了 太少了 水如果丰满一点 它这个眼睛啊 更能显示出来它这个 最少地震的这个状态 日落时分 我们离开格尼之眼 下山 继续走一段烂路 去我们今天晚上住宿的营地 给大家看 我们下山 来了 这个所以我们下山 是无头零草 这个一段烈地 我们下山 对